大家好 歡迎收聽4月9日安博足球發訊 阿仙奴誓勝白禮頓洗腿 在今天星期六的晚上 迎照第32輪進行多場比賽 其中阿仙奴和白禮頓的靠量將在阿仙奴主場上演 阿仙奴近三輪的聯賽輸足兩場 他們目前急需要勝利來重振軍心回到正軌 好在球隊向來在主場對陣弱旅 旁有信心 今次面對陷入低迷的白禮頓 相信阿仙奴不會錯失取勝的良機 阿仙奴上輪聯賽作客慘遭爆冷輸球 他們竟然0比3大敗比水晶攻 是球隊近三輪聯賽中的第二場失利 從目前情況來看 阿仙奴急需一場勝利來重振軍心回到正軌 球隊戰意十足 好在有利的是 阿仙奴今將比賽回到自己地頭 遊長球場作戰 要知道目前聯賽主場戰績為十勝 兩和三副成為英超主場表現第三號的隊伍 而且阿仙奴向來在主場對陣弱隊 旁有信心 他們近十四將英超主場對陣排名低於自己的隊伍 取得十勝四和的不敗戰爭 值得一提的是 自去年12月份對陣周咸棟首開紀錄以來 阿仙奴射手拿卡錫迪近十六將各項賽事都沒有攻入定位入球 這位法國球星已經22小時28分鐘沒有攻入定位入球 即是2個12碼入球 這對於拿卡錫迪來說 他今將比賽除了前力幫助球隊贏波重回正軌案 他自己都要力針打破定位入球的僵局 陣容方面 後衛泰亞利和中場帕迪等人因傷缺陣 根據相關數據顯示 白禮頓今季英超射門轉換率只有6.7% 392次射門26球 這個數據是他們球隊史上單賽季英超最低的射門轉換率 而上輪聯賽與諾惟治互加白轉的比賽中 白禮頓全場比賽31次射門最後都沒有斬獲 這是自2018年水晶宮對陣卡迪夫城 同樣是一場0比0和局中完成31次射門以來 任一球隊在單場英超聯賽中最多 更加不利的是 白禮頓近13場在倫敦進行的英超作合比賽 緊得1勝9和3負的劣跡 其中9場和局中 有5場系在比分落後的情況下得到積分 包括最近三將相繼以1比1的比分 連續打和、車路士、韋斯咸以及水晶宮 以上述情況來看 白禮頓明顯處於劣勢的一方 而且考慮到他們近7輪的聯賽 僅得1和6負的周高比爾 金將走訪急需取勝來巡政軍心的阿仙奴 白禮頓確實難逃一敗 陣容方面 《中場摩達因傷缺陣》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 我們是安波足球快信 多謝你的贊同支持 追倒下 唉唷 旁邊